虽然在阿布扎比的表演赛上 全红蝉没有带队夺金 但回顾六轮比赛 全红蝉参与的两轮 都完美发挥 只可惜师哥练俊杰状态全无 连续出现失误 才让队伍紧获第三名 因此 赛后关于全红蝉的赞扬声 依旧是不绝于耳 而在这时 细心的朋友应该可以发现 信哥的动态 又出现了断片 队友分享的照片 也不见他的踪影 对于这一点 原因很简单 跳水队又再可以压制全红蝉的热度了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在全红蝉成为奥运会冠军时 第一时间 大家都是祝福和赞扬 但随着舆论的发酵 不少专业人士 比如跳水皇后高明等人 都纷纷发声 劝大家要理智 不应过度吹捧全红蝉 也不应只关注他的天赋 也要知道他背后付出的汗水 紧接着到了全红蝉 全红蝉在巨大关注度下 非但没有掉链子 反而在陈玉希的刺激下 完成了逆转好戏 一时风头无两 那段时间 绝对是国内体坛的扛靶子 可这时 广东跳水队却选择减少他出席采访 领取50万豪车的现场 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一般活动都不会让全红蝉出席 而他的家人也相当低调 父亲照常做农活 哥哥也不在直播时过多谈论妹妹 面对这样的处理方式 网友们众说纷纭 有支持的 也有反对的 个人看来 这不是嫉妒 不是利益 而是跳水前辈们和广东跳水队太专业了 举一个摆在眼前的例子 想必大部分网友 对于任倩这个名字 并不是太熟悉 全运会上和全红蝉 陈玉希 张家琪之间的神仙打架中 虽然拿到了铜牌 但热搜却没有他 这名仅有20岁的小姑娘 早在5年前已经是奥运会冠军 而且是第一位林明后奥运会冠军 要知道 在当时 国家队领队周济红 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 在10米跳台上 任倩天下无敌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当时的网络转播 有现在的模样 任倩的热度丝毫不会亚于全红蝉 就是这样的一名天才跳水运动员 在隔年后的全运会上 被年仅13岁的张家琪击败 原因很简单 身体发育太好 让他在10米跳台上遇到极大阻碍 反观三小只之一的张家琪 在今年的全运会上 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因此 关于全红蝉铺天盖地的赞扬声 作为专业人士 必须未雨绸缪 舆论一直都是一把双刃剑 有选择的让全红蝉出场亮相 其实就是在保护他 当然 最后还是要说一下 看任倩和张家琪小的时候 都是肉肚肚可爱型的 而全红蝉本身就比较瘦 这次登台阿布扎比表演赛 动作姿态 处理水花都维持了高水平 期待他可以完美度过巴黎奥运会 总之 对于跳水运动员而言 大家需要理智看待他们的成绩 除了训练刻苦 天赋惊人 身体发育才是最大的难关 希望无论后续全红蝉发挥如何 都不要成为被质疑 被贬低的对象 发育 gran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